所以它规定可以禁止进入中小学校区幼儿园的园区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是一个兜底性的规定 然后就是可以禁止接触的人 可以禁止接触的人呢 它规定了这样几种情况 可以禁止接触控告而申诉的人批评的人举报的人 因为如果接触这些人的话 可能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然后呢可以禁止接触证人及其禁金属 因为接触证人禁金属的话 可能防害证人作证 然后呢还可以禁止接触被害人 因为接触被害人的话 可能对被害人加害 最后呢可以禁止接触同安法 因为接触同安法的话 可能和同安法定理公首通龙 这是这个禁止令的三项内容 后来被司法解释做了进一步的根据的话 另外禁止令的司法解释 还对禁止令的适用原则做出了规定 禁止令的适用原则有两下 第一必要性原则 只有确有必要的时候 尤其是预防犯罪分子 在此时的犯罪 确有必要的时候才能适用 不是说所有的被判处管制缓起的犯罪分子 都必须做禁止令 其次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是指禁止令的内容 应该和犯罪分子此前所犯罪性相关 为什么要求和此前所犯进行相关呀 因为禁止令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预防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 如果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话 他最可能实施的犯罪是什么 与以前的犯罪相同或相近的犯罪 为什么 因为犯罪都是有原因的 对吧 那么这个犯罪分子 如果这个此前因为某种原因实施犯罪了 那么在他因犯罪被判刑 甚至执行完了以后 他以前导致他犯罪的原因消失了 大多数是没有消失的 仍然存在 既然原因相同 那么他就可能实施相同 或者相近的犯罪 另外 相同相近的犯罪 他以前实施过 现在实施起来有经验 清车熟路 因此禁止令的内容 必须和以前所实施的犯罪相关 好了我们看一下 A选项 禁止甲接触刘母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因为刘母是举报人 正因为刘母的举报 他才被追究刑质责任 对吧 所以如果甲接触刘母的话 有可能对刘母进行打击报复 对吧 好 B选项 禁止甲进入学校 大家觉得学校和甲实施的 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这个犯罪 有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啊 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在学校周围可以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 在其他的地方 比如在工厂周围 可不可以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啊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学校 学校和地沟油生产食用油 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所以B选项不妥 C选项 禁止甲从事食用油的生产经营行业 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 他以前利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 如果他从事食用油生产行业的话 那更便于他用地沟油生产食用油 第一选项 禁止令的执行期限 从缓行考验期满之旅计算 这个对还是错啊 错误 禁止令应该从管制缓行执行之起算 也就是禁止令应该和管制缓行同时开始执行 不是直等管制执行完毕 缓行考验期嘛 是从管制缓行开始执行的时候 起算禁止令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个23题 下例行为中 所于犯的为所欲的油 选择几个 CD是吧 正确 A选项 甲在发表分裂国家的演讲时 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这个什么属于为谁啊 不属于为谁 为什么 因为这个善 这类行为人涉嫌什么罪啊 善动分裂国家罪 善颠罪 善颠罪是一个行为法 不是一个结果法 如果结果法的话 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因为已经被他颠 已经被他分裂出去了 对吧 已经被他分裂出去了 这个善动分裂国家罪 不是善颠罪 善动分裂国家罪 善动分裂国家罪也是一个行为法 只要实施善动分裂的行为 就可以了 不要求他成功的 把国家一分为二 不要求 B选项 一位制造列车颠覆事故 在轨道上安装了脱轨装置 该装置被巡道工及时的拆除 这个属于什么形态啊 计随 为什么计随啊 因为一构成的什么字啊 破坏交通设施罪 破坏交通设施罪 是一个危险犯 足以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 就继续了 那么这个仪呢 在轨道上安装了脱轨装置 是不是足以造成的 或者是脱轨啊 足以造成 你看他这个犯罪的手段 还挺高级的 对吧 还有专门的脱轨装置 我都怀疑 这个脱轨装置 是出题的人想出来的 需要出售脱轨装置吗 淘宝上有卖的吗 应该是没有 是吧 好 四条选项 丙欲杀害张摩 用力枪时机 骑马的张摩以后逃走 结果将马打死 造成张摩轻伤 这个属于什么形态啊 犯罪 寄随还是畏随啊 犯罪畏随 为什么呢 因为丙是欲杀害张摩 所以丙有杀人意图 贵杀人罪 贵杀人罪 必须被害人死亡才是祭随 对吧 被害人没有死亡 那就不是祭随 好 这里面 丙没有达到祭随状态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一纸以外的原因 所以构成未遂 第一选项 丙正在撬保险柜时 某同伙打了电话 告知该保险柜中 没有值钱的东西 丙便离去 实际上呢 有十万块钱 这个丙犯罪中指 还是犯罪畏随啊 犯罪畏随 第一选项 设计的知识点是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富兰克公事 认为 这个犯罪中指和犯罪畏随的 区别在于 这个犯罪中指的是 能而不遇 犯罪畏随呢 是遇而不能 犯罪中指和犯罪畏随的 一个重要区别呢 就是能还是不能 犯罪中指呢 是能的 犯罪畏随呢 是不能的 这个能还是不能 是以行我主观认受的标准 还是按你的客观实际为标准啊 是以行我主观认受的标准 只要以行我主观认受的标准 只要以行我主观上认为 可以达到GC而放弃 就成立犯罪中指 只要以行我主观上认为 无法达到GC而放弃就成立未遂 递选项实际上 可不可以实施到GC的 可以 因为保险柜里面有十万块钱 实际上是可以到GC的 但是新闻主观认识上 他认为能不能到GC啊 不能 因为这个同伙打了电话 告知这个保险柜中 没有值钱的东西 出现了熊队友 对吧 被这个熊队友迷惑了 因为真的没钱 所以在犯罪人主观上看来 是不可能到GC的 他主观上认为 无法达到GC而放弃 那么就应该认为 成立犯罪的未遂 二十四题 夹云已入乎盗窃 夹入乎盗窃 已负责忘风 夹得手以后 发现熟睡中的刘母 便对刘母实施了坚硬行为 下列选项中正确的有 选择几个 ACD 正确 ACD 这个题比较容易 夹云已入乎盗窃 所以夹云两人构成 盗窃罪的共犯 而且入乎盗窃 为谁的话都要处罚 不过他们两人计随了 好 已负责忘风 夹入乎行窃 那么在这个共犯罪当中 实行法是谁呀 夹入乎行窃 夹是实行法 对吧 已负的忘风是什么 帮助法 好 这是从分工的角度来说的 夹是实行法 乙是帮助法 好了 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作用的角度来说 谁是主法 谁是从法呀 夹是主法 乙是从法 大家注意一下 帮助法都是从 帮助法不可能是主法 帮助法不可能是主法 帮助法通常是从法 甚至可能是些从法 实行法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实行法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肯定是主法 实行法如果只有一个实行法 那肯定是主法 实行法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话 那么这个实行法当中 肯定有主法 肯定有从法 如果实行法只有一个的话 那么他一个人独当罢任 所以都是主法 都是主法 所以正确答案是ACD A 甲乙构成 这个题还有一个指点 就是甲得手以后 发现熟税中的刘某 对刘某实施来坚衣性为 那么就这个强奸罪 乙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不需要 由甲自行承担责任 因为他们两人 共同贵的内容 只有盗窃 这个强奸呢 超出了门外 忘封的乙 共同贵的范围 所以这个乙对强奸罪 不承担责任 好 A 选项 甲乙共同构成强奸 最正确 B 选项 甲乙共同构成 这个 A 选项 甲乙共同构成 盗窃 最正确 B 选项 甲乙共同构成 强奸最错误 C 选项 甲乙共同犯罪的主法 以为共同犯罪的重犯 正确 D 选项 甲乙共同犯罪的实行犯 以为共同犯罪的帮助犯 正确 所以正确答案 A 4 D 好 下面我们看25题 下列选项中构成 抢劫罪的有 选哪几个 A D 是吧 14 是吧 正确 A 选项 夹斜大管制刀 去抢夺 照模 这个定不定抢劫罪 定 这一点我们前面 也有题 这个已经考过了 斜大考的是 斜大凶器抢夺 定抢劫罪 斜大凶器抢夺 领抢劫罪 大家觉得 什么样的东西叫凶器 什么东西叫凶器 对 什么叫凶器 凶器必须同时符合 两个要求 一 客观上 足以致人伤亡 客观上 足以致人伤亡 客观上 不足以致人伤亡的东西 不是凶器 比如 玩具枪 属不属于凶器 不属于凶器 为什么 玩具枪 不足以致人伤亡 有同学可能说 不对 玩具枪 可以用来砸人 玩具枪砸人的 还不如石头砸的 对吧 玩具枪通常是塑料的 或者木头的 很轻 砸下去 不足以造成伤害 还不如拿石头砸的 还不如拿石头砸的 所以 就是玩具枪 不是凶器 这是凶器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客观上 足以致人伤亡 其次 主观上 足以令人恐惧 其次 主观上 足以令人恐惧 主观上 足以令人恐惧 什么意思呢 是指贩子人拿出来 在背孩面前晃一晃 背孩会感到害怕 这种东西才叫凶器 如果贩子人拿出来 在背孩面前晃一晃 背孩不会感到害怕 这种东西就不是凶器了 不是凶器了 比如领带可以勒死人 客观上足以致人伤亡 对吧 那领带是不是凶器啊 不是 因为贩子人如果拿条领带 在背孩面前晃一晃 背孩会不会感到害怕呀 不会的 背孩会误以为 贩子人向他释放上意呢 对吧 所以这个领带 领带不是凶器 领带不是凶器 相反 如果贩子人拿一把刀子 在背孩面前晃一晃 背孩会不会怕呀 会的 拿一块石头 在背孩面前晃一晃 会不会怕呀 也会的 也会的 所以 所以 刀子是凶器 石头也是凶器 其次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携带将其抢夺 令抢劫罪 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新闻携带的是 管制器械 所以管制器械 就是国家禁止 个人持有的器械 比如枪支 爆炸物 管制刀具 那么只要新闻人 抢夺的过程中 携带了这些管制器械 那么就定他抢劫罪 不需要查明 新闻人是否准备使用 不管他是否准备使用 只要抢夺的过程中 携带了这些管制器械 就定他抢劫 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新闻人携带的是 非管制器械 也就是公民个人 可以合法持有的器械 菜刀 铁锤 哑链 擀面杖等等 那么要求新闻人 主观上准备使用 才能定抢劫 如果主观上 确实不准备使用的话 不能定抢劫 还是应该定抢毒的 好了 必选项 一杀死仇人前母以后 随手拿走其手机 这个定不定抢劫 这样 不定 因为必选项中的杀人 和拿走手机是分开的 相互不存在手段 和目的的关系 所以分别定罪 前面定一个贵杀人 后面定一个盗窃罪 就可以了 不能定抢劫罪 只有暴力 是作为截取钱财的手段 实施的时候 才能定抢劫罪 C选项 并趁孙母醉酒 收走其随身携带的 两千元现金 这个定不定抢劫罪 不定 因为这个并 趁孙母醉酒 收走财物 这个孙母醉酒 是孙母自己醉酒 不是并的行为造成的 所以只需要顶盗窃罪 反之 如果是并将孙母灌罪 然后拿走财物 那应该定什么罪啊 那就应该定抢劫罪了 如果并将孙母灌酒 给灌罪 然后拿走财物的话 那么应该定抢劫罪 好 第一选项 这个丁 爬切得手以后 被黎母发现 拿刀子威胁黎母 不得伸张 这个够不够成抢劫罪啊 够成 为什么够成啊 啊 丁爬切以后 得手以后 才实施暴力 为什么定抢劫罪 正确 转化型抢劫 转化型抢劫 大家注意一下 地选项不是一般抢劫 是转化型抢劫 转化型抢劫 是指反盗窃 诈骗 抢夺罪 为窝藏 藏物抗拒抓捕 或者是毁灭罪证 而当场实施暴力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 那么构成转化型抢劫 好 26题 2000年3月1日 甲因盗窃罪 被公安机关利亚侦查以后 逃往外地 甲又因在2009年9月7日犯抢劫罪 2010年6月7日被抓获 关于甲索犯盗窃罪的追溯期限 表述错误的有 选哪几个 BCD是吧 这个题考的是什么问题呢 时效的延长 时效的延长 所谓时效延长是指 在出现法律式游的时候 国家对犯罪的追究 不受时间余输了 换句话来说 已经在出现法律式游的时候 国家对犯罪的追溯期限 给不断的延长 不断的长 不断的长 像孙悟空的金箍瓦一样 这个妖怪长多长 我金箍瓦长多长 你的犯罪分子活到多长 我这个时效就长到多长 这样能够抓住你 随时能够追究 这个时效延长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已经立案 而犯罪人逃避 侦查审判 这种情况的成定要求 同时符合两项条件 第一 已经立案了 第二 犯罪人逃避侦查审判了 这个犯罪人逃避侦查审判 是不是说 只要他没有自动逃啊 就是逃避侦查审判呀 不是的 要求他采取了 积极的逃避措施 发出考试 通常都是畏罪前逃 像本题这样 这家伙逃往外地 对吧 第二呢 就是时效延长的 第二种情况 就是被人控告 应当立案而为立案的 这种情况的成定 也要求同时符合两项条件 第一项条件就是 应当立案而为立案 第二项条件就是 被害人控告了 这两个条件 也要求同时具备 如果应当立案而为立案 但是被害人没有控告的话 那么时效也是不延长的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26题的盗窃罪 符不符合时效延长的条件呢 符合 因为公安机关立案了 然后这家伙逃往外地 所以呢 不受时间的这个预束 好了 上午就讲了点 下课 难道 报导 这个 合同在这个 那对 对 吧 就要交易 啊 这个 那对 就是 有 对 有 谢谢大家